阅读是件美好的事,是对自己最有价值的投资 但我们现在阅读好书的时间被各种各样的噪音干扰变得越来越少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阅读量需要提高呢? 你想从今天开始多读些好书吗? 来加入大狗熊的狗熊阅读计划吧 从2016年1月开始,大狗熊将为你每月阅读两本好书 并将书里的精华与你分享 通过专享的音频视频和文档 在你耳朵和眼睛有空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与好书相伴 加入狗熊阅读计划 大狗熊陪你每年与24本好书相遇 详情请登陆网站readwithbell.com 或者是关注狗熊有话说播客的微信公众号 狗熊阅读,月亮的月,读书的读哦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 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 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 狗熊有话说 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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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熊有话说 我是主播大狗熊 马拉松这个词代表着一种持续的坚持 在最近这几年呢 这个词变得越来越火 长跑这项运动呢 也变得越来越火 但我今天这期节目 虽然标题有马拉松这个词 但其实聊的并不是长跑 这期节目中出现的马拉松可以说是一个形容词 代表着长时间的坚持 长跑的马拉松是在身体方面寻找自己的极致 而我们今天节目中的马拉松呢 这是在精神方面呢 寻找自己的潜力 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春节的长假呢 我组织了一个名为阅读马拉松的活动 一共有150多位朋友报名参加 这是一次注意力 精力和心灵上的长跑 我觉得一句 以前的电视广告词 非常适合用来形容这次活动 这就是身未动 心已远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来聊一聊一次阅读马拉松的经历和体验 开始讲阅读马拉松之前呢 先来聊点别的 十几年前 我们的信息输入方式呢 其实很简单 白天看报纸 晚上看电视 好学的人呢 偶尔在读读书 没了 而现在啊 我们光是常用的社交工具就有几十种 加上每天弹出的各种对话框 信息提示 大大小小的屏幕充斥在我们周边 你根本说不清楚 信息是如何输入到你的大脑的 假设你是一个复古派啊 连手机都不用的那种 只要走在街上 可能从你身边开过去的一辆出租车车顶的 液晶广告 就已经给你强行的输入了一条信息了 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呢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们的身体对它有没有能力去适应呢 这一点我觉得倒是不用担心 生物体一定是可以调节自己去适应环境的 这是达尔文老先生告诉我们的嘛 那么我们现在的身体 怎么来适应这样的信息爆炸的时代呢 答案就是让自己的大脑变得碎片化 这个时代的每个人 包括我都会发现 长时间去集中注意力变得越来越难 这不是年轻年长的问题 而是信息输入出书习惯的问题 我和一些四五十岁的前辈们交流呀 他们也熟练使用微信和微博 同样会有这样的 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感受了 觉得自己连静下心来 阅读一篇长文章都不习惯了 我们的生活呢 都在变得越来越碎片化 那碎片化这个词 其实现在听到的越来越多啊 不仅是在传播领域 也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呢 都频繁出现 当然它的到来呢 是直接因为互联网的影响 这个碎片化呢 现在其实不但让受众群体细分 呈现为碎片化的这个现象 也引发着大家对于信息的这种需求呢 都是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 就像美国的西北大学 一个学者叫做约翰·拉文 他说过啊 碎片化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最重要的趋势 我们的大脑 目前在进化 或者说在适应这样的趋势 他们就是我们的大脑呀 他们正在变得更加的实时反馈的能力越来越强 记忆的能力呢 被弱化了 很难长时间去工作了 也很难去集中注意力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啊 信息变得越来越便宜 但是另外一种 以往我们觉得不需要去考虑的 可能是很充裕的一种资源呢 却变得越来越稀缺 也就是注意力 注意力在这个时代呢 变成了一种稀缺的资源 什么是注意力呢 俄罗斯的一位教育家叫乌生斯基 他曾经说过啊 注意力是我们心灵的唯一窗户 是意识中的一切 必然经过它才能够进到我们的意识中来 那这个注意力呢 它是智力的五种基本因素之一啊 是记忆力 观察力 想象力和思维力的准备状态啊 所以要先经过注意力 其他的几个 这个智力的基本能力 才会被触发 所以说它是心灵的窗户嘛 嗯 没有注意力 我们的这些 这些思维能力啊 观察记忆想象 都不能够得到支持 而失去控制 这就是注意力的一个定义 那我现在呢 发现自己啊 这个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呢 比起自己当年在读书 作为学生的时候呢 下降了很多 虽然与之相平衡的是 我现在的这个快速反应能力 还有知识的广度的储备呢 比拥来了好了很多 但我仍然觉得呀 长时间持续的注意力 是成就个人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通过我自己在跑步这方面的体验呢 我相信用尽废退这个原则呢 它是适用在各个领域的 各个范围的我相信就像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身体需要训练才能获得某种能力一样 我们的头脑和精神呢 同样需要有意识的训练 它才能具备相应的能力 我想要锻炼自己的注意力 那么怎么才能锻炼注意力这种能力呢 我想到了自己参加了多次的马拉松 只不过这一次的马拉松呢 是一次需要头脑来进行的体验 刚刚啰嗦了那么多 其实主要是想和你聊一聊 我是如何想到将阅读和马拉松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的 在去年十一国庆的时候呀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叫做写作马拉松的活动 这次活动的经历呢 也给了我一些启发 我发现马拉松这个词呢 可以和很多事物结合 它可以代表长时间集中去做某件事 这是一种对注意力的有意识的训练 通过平时很难体验到的长期持续的这种仪式 你会对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呢 有更深刻的了解 你的身体还有心灵呢 也会体验到一次高强度的这样的体验 并且呢 把它记下来 作为以后的参照 而很多时候呢 这样的长期持续呢 还会带来一个副产品 一个很好的副产品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高水准的输出 在技术界非常酷的黑客马拉松 就是这种类似的仪式 从1960年 从60年代开始 这个程序员们 他就 大家就非常向往一种自组织的 非正式的黑客马拉松 在一本叫做黑客的书 这个由斯蒂芬勒维在1984年出版的这本书里面 就提到了 当时麻省理工的学生们 特别喜欢投生24小时的这种马拉松的风暴 但一直到90年代末 黑客马拉松才出现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形式才出现 当时的很多软件工程师呢 都会在一些大会的最后一天 聚在一个房间里 一起来切磋 写代码 当时没有奖金 没有推荐 也没有非技术界的参加者 那现在呢 这种活动呢 变得特别的酷 每隔两个月左右 Facebook的几百名软件工程师 都会聚集在公司的办公室 参加一场24小时的黑客马拉松的比赛 赛门赛场的门上呢 装饰着大大的贴纸 上面写着hack 也就是黑客的意思 我前年采访过的一位 新西兰的冰淇淋名人 叫Jan Paulo 他的冰淇淋品牌叫G Apple 他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Jan Paulo在刚刚开始 做冰淇淋品牌的时候呢 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强迫自己 每天推出一个新的冰淇淋的配方 这样的有意识的强化训练呢 把他自己逼到了能力的边界 却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没有这一年的冰淇淋马拉松的体验呢 J Apple也不会成为奥克兰 最有名的冰淇淋品牌 写程序可以马拉松 做冰淇淋可以马拉松 写作可以马拉松 那么阅读 当然也可以马拉松 而且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 目前都面临着注意力稀缺 深度知识摄取不足 碎片化信息摄取过量的问题 阅读 特别是读书 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尽量去做 但却被各种碎片信息冲击 而反复失败的一件事情 那么就让我来组织一个阅读马拉松吧 2月4号的时候呢 我在狗熊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上 发出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2016年春节阅读马拉松 约吗 在文章的开头我这么说 长假是吃喝涨标 让卡路里充电的时间 不过你想让自己的见解和经验也充充电吗 长假是出去游山玩水 让身体放松的时间 不过你想让自己的头脑和精神也放松一下吗 长假是出去烫青烦友 为社交充值的时间 不过你想让自己的知识也充电值吗 如果你想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长假 不只是陪着别人狂吃猛喝 而是想安静的与一本自己一直想读的书相处 那么欢迎来参加狗熊阅读主办的2016年春节阅读马拉松活动 这次活动我是这样规定的 有一些具体的规则 在一个整天也就是24小时之内 完成规定时间的阅读 时间可以拆散进行 但需要自行计时 分两种形式 全程和半程 全程马拉松的阅读时间是421.95分钟 也就是总共7个小时整 半程马拉松的阅读时间是221.5分钟 也就是总共3小时42分钟 不要求阅读的数量 也就是只需要计时而已 读了多长的篇幅这些不重要 只要达到具体的时间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个要求是 完成活动之后需要写一份阅读的感受 字数不限 包含即时的截图 组织这次活动 我最初的目的是想给自己的春节长假 有一些阅读的时间 当然根据以往的长假的经验来看 因为都是吃喝睡觉 所以一般都会有相对多一点的 整段时间来阅读 但这一次 我想如果能够有一些小伙伴来一起参加 就像黑客马拉松 有很多技术的朋友们 能够一起来玩的话 应该会特别好玩 阅读是一件个人的事情 交流和阅读有关的体验 却是一种社交的方式 就像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杨文道说 很多人说现在的人不读书了 我不这样认为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也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找到一个 在这个移动网络 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时代 适合我们来进行阅读和分享阅读的方式 狗熊阅读算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这一次组织的阅读马拉松也算是 我觉得关于阅读的社群 一定会有幽默感和人情味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狗熊阅读这件事 阅读马拉松这次的活动 我建了一个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里 现在的小伙伴们每天都在里面交流自己的阅读玩赛的感受体验 分享关于书和读书的一些技巧和心得 你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 有温度的一个群体 你这个呢 我觉得他也是这种人有温度的交流方式一定会存在的理由 因为目前还没有什么互联网上计算机的算法和人工智能呢 能够有人类的人情味和幽默感 到比赛开始之前 也就是2月6号开始比赛之前呢 一共收到了155位朋友的有效报名 然后我们的阅读马拉松就正式开始了 在开始活动之前 大家都留下了自己的一句话口号 有的朋友说呢 阅读让自己看的世界变得更远 有的朋友说 绝不做一只不读书的单身狗 还有的朋友说 要把2016年活成一首诗 还有特别文艺的朋友说 浅书 整书浅卧 带花鸣 具体分享一下 这些朋友的这个一句话呢 都挺有意思的 有人说 阅读可以使人思考的更加深邃 这是非常 感觉非常高大上的一种说法 之后呢 就来了一个朋友 他这么说的 说 这次 可能除了看毛片 做事从来没有这么专注过 为了这个标题点赞 有一位朋友说 好期待这次的阅读马拉松 之前总纠结 不知道过年该怎么过才有意思 现在终于可以让过年有意思起来了 棒死了 谢谢狗熊阅读的活动 还有人说 希望新年的第一天 是在阅读中开始的 这个应该是能够代表很多参加活动 朋友们的心声的一句话了 有人说 阅读让自己看的世界变得更远 那这个好像我刚刚说过 然后还有人说 以前对于喜欢的书 没有一口气看完 是绝不忍心放下的 突然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在一段完整的时间里 只读书而不掺杂其他杂事了 阅读马拉松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阅读体验 期待中 最终我们都希望能在还没有开始的时间 做更好的自己 这也是我组织这次阅读马拉松的初衷 我想所有完赛了的小伙伴都可以很自豪的说 在这一年的开始 我比去年的自己更好了 这次活动结束之后 收到了几十份高质量的 质量真的很高 各种各样的阅读的反馈 所有完赛的朋友都很棒 然后我在之前说过 说要选出五位朋友送出一个纪念礼品 也就是我自己私藏的美人送一本书 为了降低选择的难度 我是选了十位朋友 然后做了一个投票 在微信的分享里面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得到 这几位朋友念一下 这个Taming Yan 这个朋友 T-A-M-I-N-G-Y-E-H 我都不知道怎么念 他的一位一个分享的也很棒 然后徐晨 徐晨朋友 然后七七苗苗 李武仁 没有人知道的小清新 任济康 路人蚁 Brambo 小灯 EMCC 这几位朋友是我选出来的 当然其他其实每一位提交了阅读分享的朋友都很棒 每一位玩赛的小伙伴 我相信都知道 这次活动并不是比赛 纪念的礼品只是祝幸 大家真正玩赛的收获 是你们投入在沉浸阅读中的宝贵的体验 以及相信自己可以在新的一年做更好的自己的信心 其实我自己最开心的一件事是 很多朋友都通过这次活动发现 在一个有仪式感的活动的帮助下 你是可以达到自己以前不具备的能力的 很多朋友都反馈说 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 也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在一天内读完一本书 而这次活动让他们实现了这样的体验 我们的大脑和身体 只要有过体验 下一次就可以做得更好 只要你愿意 所以我觉得不用为自己设限 就像这一次活动 一位朋友的留言 他说 你觉得生活拖住了你 其实是你自己拖住了你自己 我觉得也是这样 最后也来讲讲我自己的一些参赛感受和总结一下吧 我自己当然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作为组织者 自己都不参加 也说不过去 但我选择的是半程 也就是221分钟的长度 没有选择全程 我自己 我这次阅读的书是 约索夫坎贝尔的著作 叫做神话的力量 这本书的反馈和感受 我就不在这儿啰嗦了 因为之后的阅读节目 会专门再去聊这本书 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然后我也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就像阅读 就像运动会带来一种良性的惯性一样 比如说你今天跑了个步 明天再要去跑的话 就要比好长时间不去跑 要重新开始 要容易多 容易的多 阅读马拉松 其实也会带来之后会比较容易阅读的状态 在读完了神话的力量这本书之后 我之后两天的阅读时间长度 很自然的也比平时长了很多 不知道参加比赛的你们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 有朋友还问 说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再次进行吗 通过这次的反馈和效果 我以后还会继续通过狗熊我话说的播客 还有狗熊阅读的播客来组织这样的活动 并且也会在一些细节方面 比如像报名流程 笔记分享的形式 这些方面再优化一下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次活动 没有关系 以后还有 当然其实哪怕没有这样的活动 你也可以自己为自己开设一次马拉松 可以是阅读 也可以是其他你感兴趣的事情 不用为自己设限 不要自己拖住自己 只要有过一次这样的马拉松体验 你一定会比之前的自己更好的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狗熊有话说播客 如果你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关于狗熊有话说 和大狗熊个人的一些心得感受 对生活的见解和看法的话 最方便的方法是订阅狗熊有话说的 微信公众号 Berr Big Talk B-E-A-R-B-I-G-T-A-L-K 或者搜索狗熊有话说 认证的那个号就是了 如果想获得与节目相关的一些 背后的故事的话 也可以订阅狗熊有话说的 这个邮件周刊 发送邮件到 B-E-A-R-B-A-R-T-A-L-K-I-N-G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E-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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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You gotta keep that fire burning, burning I know you think you're in a hurry There's no need to worry Cause I can feel it turning, turning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I've been in, I've been out I've been low, beating out I've been lost, now I'm found This fire's burning up Still staring at the sunrise Missing that hollow town Feeling those empty memories But nothing's holding me down I hope you find your strife Just go and live your life I'm feeling vindicated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turning You better keep that fire burning, burning I know you think you're in a hurry There's no need to worry Cause I can feel it turning, turning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I've been in, I've been out I've been low, beating out I've been lost, now I'm found All luck is turning around That's more of a rare, than you think you're in a hur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